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周末愉快 今天外面天气很好 首先谢谢关心我的网友 给我后台连言为我感冒好的而没有 真的很感谢 谢谢你的关心 我好多了 昨天晚上我就没咳嗽 但是今天早上还是会有点咳嗽 晚上已经不咳嗽 所以这个 这个枇杷叶还是很管用的 其实别看在这里医疗免费 就是我这种小病 我从来不去看医生的 我都自己解决 用天然的东西 我也尽量都不吃药 其实咱们都知道 食药三分毒嘛 是吧 所以这个 我种这个树又可以吃水果 又可以 叶子还可以当药 上次我们家有房客 他病了 我也给他这样吃 好了 真的很棒 没办法 免费的东西 没办法跟得上嘛 是吧 还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 他说这个德国的门口 第一次 那天我只是做了一个视频 说我看到新闻 德国的门口 移民门口是很低的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我现在想跟你说说 这个德国移民 它的确是门口很低 很容易移民 如果你真的想移民的话 德国其实是个不错的国家 那个 但是德国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 就是学生做的专门采访 中国国际留学生 他们就是说 德国人不搭理他们 而且德国人食堂里边 就专门做了很多坏的东西 给中国人吃 所以这也挺确得的 然后那个 就是他们很难跟 这个当地的德国人接触 因为他们就不理他 就是很高 还是怎么回事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应该德国人的印象不坏 因为我在一个交友网站 也认识一些德国人 他们非常好 但是他们也想出来 想移民 你知道吗 想来信息来 就是因为 这个最后背后的故事 我猜啊 虽然政府的网站 他没有那么说 我告诉你啊 就是默克尔这个善良的走离 他为了让那些难民 过往更好的日子 他让太多的这个 那样的群体 到处制造爆炸 那样的群体到他那去 他们并没有感恩的心 然后他们到处玩命 那样的制造爆炸 制造强奸 杀人 放火 偷盗 反正是 因为他们这些人 那边的都没有什么 特别高的文化 也没 这个语言也不好 他没办法去工作 所以他闲得蛋疼 他干什么 他就坏 那么 这个好多人 因为我在那个网站认识的 有 有 有 七八个人嘛 他们都跟我聊 他们 他们都出来了 去美国 去加拿大的 就是这 这几个人 跟我联系的吧 他都想从网上 就是上那个 交友网站 可以是不是 运气好的 碰到一个单身女人 他和她结婚 然后就过来 又更容易嘛 所以呢 他这几个人就跟我聊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加我呢 然后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 他就说 他想出来 他想是不是看到 遇到一个正确的人 他想出来 我说德国不是挺好的吗 福利也很好 各方面设施建设 然后他就说 哎呀 这个现在已经 不安全了 那个 不再 我不再想留在这里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上上班 开着车 没准把他的车 就炸飞了 所以你知道 人无论是多么好的 一个国家 如果他没有了安全感 就是你觉得随时都 可能丧失生命的时候 这个幸福指数 就是零了 再有钱 再大的国 都没有用 你知道吗 垃圾 然后呢 所以他现在没办法 因为他就开始 招受这个移民 因为中国是一个移民 全世界各地最大的 这个民族群体 全世界各地 只要有人地方 都有中国人移民 就是有能力 有钱的 他移民一些发达国家 是英华民这样的 在没有能力 没有钱 没有背景 很苦逼那种 他也想移民 但是他移民一些 这个不是发达国家 那个什么英联邦 什么什么那个 都不能去 他去那些 甚至越南泰国 他们都去这样的国家 那么德国呢 现在他开放这个移民 大部分人 想吸引的是中国人 那个 就是有的 我记得德国的网友 他跟我说 他说他有一个小镇 都成了 就咱们说鬼城 就是没人了 就是空了 人都走了 年轻人 那个 所以他必须要有人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就是说 中国人能干 能会开发什么的 就是能给他 把那个经济搞活 所以他愿意 招收中国人 就像澳大利亚 也是的 那个 你来可以 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 到郊区去 给我慢慢把这个 荒郊野外给我开发出来 等着开发出来 他可能政策又变了 所以中国人 其实挺可怜的 总是给他们利用 我喜欢你的钱 不喜欢你的人 他们就是这样子 好多好多西方人 他就说 所以呢 那个 你如果想移民 你不介意 那边 那个蒙头鸡的 很多的话 你可以去 我是不敢去那种地方 因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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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的乱七八糟 那种地方 我都不敢去 我胆小 所以我 我这两天 其实心情也不好 让我心情 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容易 胃困也不好 然后容易生病 免疫力下降 心情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 那个 那个不产生一些生命态了 所以 人家为什么 有的人就愿意去谈恋爱 你知道谈恋爱 成不成没有关系 谈恋爱吧 它能产生很多的生命态 产生很多的生命态 让你开心 让你 看上去美丽健康 这也是很好的 一份免费的药 所以没事去谈谈恋爱去 但是就是不要去伤害别人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谈恋爱 但是就是不要花人家钱 不要跟人上床 保持这两点就没问题 甚至我要跟人家去 去逮听的 我都不让人到家里来 我从来不让他知道 我住哪 我也不去他家 然后就是去玩 去玩 你高兴给我付钱 你就付 你一定要付 不高兴付我自己付 再不高兴了 就不理他了 谁也别坑谁 谁也别骗谁 也别害谁 但是就会一直保持 健康 然后心情好 就健康 年轻 真的是这样子的 还美丽啊 所以呢 这个世界上 就是上帝创的男人女人嘛 所以呢 你移民要是去德国的话 你可以去 只要你不介意这些 这是一些 可能是移民局网站 他也不会说 我跟你说的这些吧 但是我私下来跟他们聊 就是这个现象 嗯 就是 反正有点大 有点小的 有的人还有 说是Africa 他们还去呢 就是是不是 非洲他们都敢去 那德国又算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有点大的 像我这个胆小的 我就不敢去那种地方 我只能去发达国家 像英联邦 像英华美食 但是但是像法国 德国什么的 这个这个英国 这种国家 我也不会想去 因为因为现在也是 倒是去制造 时代的那个群体 也是比较多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不敢 那新西兰其实也很多 但是这是还没有制造过爆炸 但是第一次制造 也不是穆斯林制造的 所以呢 穆斯林成了受害者了 所以自己来决定吧 谢谢你们给我投台留言沟通 谢谢你们的关心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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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